共有12人在拉扎鲁斯岛游玩时 设限违反了安全距离措施 他们将在明天被控上法庭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指出 这群人在8月8号到拉扎鲁斯岛游玩 设限违反了不可有超过5人 不住在同一住家的人进行社交聚会的规定 当局说政府严厉看待违离行为 在冠病临时措施法令下 出犯者将可被罚高达1万元或者监禁6个月 或者是两者兼施 重犯者的罚金和监禁都将加倍